歡迎收看五期新聞網 我是徐俊夏帶你挖真相 哪裡說明以時為天 吃虛吃肉 你不知道要破菜咖 現在這句話 你要保留了 菜咖不是你破破的去 各位 來看到這一桌子滿滿的青菜 這個價格不是青青菜菜 你不要看這一桌 我們從南門市場買回來 輕易的就噴掉了 千元大鈔 有夠貴的 今天我們就要帶您來看看 這麼貴的情況之下 你要怎麼料理家裡的三餐呢 為大家邀請到的是 楊賢英老師來到現場 等一下好好給大家 咬幾包 他有六招 另外還要帶您來看到 上個星期為大家關注 就是所謂的貴婦兵團 有沒有 從台灣大老遠飛到美國西岸 去生一個美寶 結果回過頭來 跟保險公司挖錢 跟健保要錢 結果全民買單 不公不義的自行 追下去今天有一個最新的發展 居然有不少你我都熟知的名人 也捲入其中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進一步我們今天為大家邀請到的是 資深的醫藥記者 洪素卿 素卿來到現場要告訴我們 健保資源這麼有限 還有兩隻大老鼠 今天要把它叼出來 你看仔細 錢是這樣被偷走的 除此之外 最近大家打招呼都在問 你太陽了嗎 我們帶您來看到是最新的神劇 太陽的後衣席捲整個亞洲 它紅到什麼程度呢 居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還下令 嚴密關注 不可以有影響社會風氣之餘 怎麼樣 不能太迷韓劇 裡面有什麼樣非常懸疑的劇情 非常吸引人的情節 讓大家不得不追 甚至它背後還代表著龐大的商機 今天歡迎幾位專家加入我們的討論 一開始請蔡總帶我們來關心 哇 這真是名聲大事 我們極少在節目當中討論菜價 今天這一桌子我剛說的 噴掉了千元大鈔 貴不貴 貴死人 靖長 今天一大早 大家看著早報以後 相信都是嚇了一大跳 是 我們原本以為只有皇價高不可攀 但是即便你我生活 每天要吃的青菜 現在飆到不可思議的價位 我剛才說 今天這一桌子不是買來做三不如 等一下要跟大家來互動一下 你吃米有吃米給嗎 我們等一下問問大家 你說貴到一個不可思議 貴到什麼程度呢 靖長 其實我不上菜市場買菜的 不過最近每次吃飯的時候 老婆一再的叮嚀 請你把菜全部吃光 因為菜貴的不得了 對 我們就看進去 昨天榮委會的統計 我們現在國內的蔬菜 平均每公斤的批花價是56.1 這是什麼概念啊 時尚最貴 我們現在站在歷史的浪頭上就是了 貴到一個什麼出來 一樣一樣看進去 你看像我很喜歡吃的這個蘋果 進口的蘋果 一顆20塊 現在35塊 漲75% 蘋果 還有呢 高麗菜嘛 大家最喜歡吃的 現在一斤35塊到55塊 漲57% 花椰菜 你不要看那個不情眼的花椰菜 也從一顆30塊到55塊 83% 你不要說八行 高麗菜跟花椰菜 這個都是吃飯吃便當的基本款 蔡總 淘汰人的番茄 也從20塊到30塊 75% 幾個不夠錢 還有呢 我們來介紹五大菜王 五大菜王 漲壺最可怕 四季度 現在一斤是120塊 漲壺金的意思就是說破表了 你的意思是說 當你今天看到報紙說 這個東西一斤百二塊 我們在錄影的今天 它又漲更貴了 對 好 再過來這個菠菜 漲壺金 現在一斤要85塊 地瓜葉 地瓜葉我覺得是最普通的東西 現在一公斤80塊 也是非常可怕 所以你到麵攤 地瓜葉要探個青菜 你現在要有錢 你也買不到 還有黃瓜 30塊到80塊 260% 你有感覺 蒜頭 現在從一斤的40塊 到一斤的110塊 275% 其實像你看這五樣東西 從這個四季豆到這個蒜頭 你看 這個價位都怎麼樣 一斤都比現在一個便當更貴 你看 這個小黃瓜 這個四季豆 這實在是過去婆婆媽媽 他們到菜市場去買 好 送你這個 這個是半杯半小賞的東西 現在長成這個樣子 你小心 人家不可能再送你了 那我們的小蜜蜂 就去查訪一下 到台北市的南門市場 去看一下這個價錢的情況 一進去 早上11點 怎麼了 照道理應該很多人在這邊買菜 對不對 中午了 怎麼看起來 這裡來買菜的人 用一根指頭都可以數得出來 這像是早上11點的樣子嗎 門可羅雀啊 但沒想到我們進去的時候 哇 那個蔡蜂啊 好像沙漠看到綠洲一樣 馬上再講 青菜一家 青菜一家 客人上門了 本來是等到雞子 走到沒辦法吃 哭哭蛋 那當然小蜜蜂就問一下 為什麼這樣 蔡蜂說 你不知道 最近好幾天都是這樣 菜價漲到那麼高 沒人可以上門 哎唷 拜託 蔡價漲這麼高 我們講房市 講到那個極致增員 降價換成交是沒料 你還便宜一點 我就知道 你一定是把房地產 這一個口號 想用到蔡市場 哎 李永啊 打臉了 吐槽 怎麼咧 蔡蜂說 你現在叫我們降價 這個充量 哪有可能 我們是最下游的零售商 上面訂了價格 我們就加個工錢 我們就賺個10% 所以我已經補利息 就10%而已 你要我再摺10% 那我乾脆 我不要說我收攤回去睡覺 還不再吃蓋了 而且現在有時候蔬菜的品質不好 你叫我用那麼高的這個批發價 把它批進來 然後我再降價去賣給消費者 哪有你給人討論 所以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今天我們小蜜蜂買了這一桌菜回來 不拿菜菜 菜蓋的貴喔 連肉都比去年為漲 換句話說 萬物其漲了啦 這樣啦 今天我們這麼多觀眾朋友 在家裡可能都要料理全家的 我來烤一下 燕麗 這三顆番茄 三顆番茄一帶 我們就這麼提回來 你覺得應該多少錢 三顆番茄 現在目前的行情 我好心虛喔 出個價 50塊 50塊 來 我們給大家看 一顆55塊 不會吧 這165塊 不是三顆 是一顆 他講一顆就答對了 楊老師指指點點 他應該是專家 我也來烤一下楊老師 楊老師 我問你地瓜葉好了 地瓜葉大家都會吃 燙青菜一定會叫基本款 你覺得這兩把地瓜葉 這兩把 他真的就給我們兩把 多少錢這一盤 兩把 兩把我80塊就買不下手 80塊 出價80塊 我們的家事達人楊老師 多少 一斤一把 這兩把要100塊 我們剛好一斤一斤的買 一斤一把 蘇青 蘇青我要請教 這杯蓮子 菠菜很好吃補血的 來 兩把也是一斤 也是一斤 因為現在地瓜葉比較流行 所以我覺得菠菜應該要比地瓜葉便宜一點 出個價錢 我也出90 90塊這有點超過了 來看 我覺得80啦 80啦 我覺得 在這10塊 來 他沒留一點 好 下好禮手 100塊 100塊 你已經猜得很誇張 我知道你盡量往高的價位去猜了對不對 來 再連結 高麗菜 我們剛剛講高麗菜對不對 已經貴翻天了 這顆 這顆高麗菜 小小的 這一顆大概有一斤多了 一斤多一點 我昨天才買的 好 你猜多少 它市場不一樣會有點價差 南門比較貴一點 我在那邊買 比這顆小一點 小一點點 賣我80塊一顆 那這顆我想應該要 大概130 150了 130 150 來 便宜娃我們來看一下 150好了 一斤七十 這原來是超過一斤 不知道超過多少 所以基本上是行的 蔡總 我來問你一下 來 送一朵鮮花 這個花椰菜 兩朵花椰菜 多少錢 其實我直接講說 這以前我感覺就是 3 40 差不多這種價錢 那一顆了 來 一顆花椰菜 你覺得多少錢 20塊錢 真的不知道米價 來 75塊 各位 比蔡總想到的 多出三四倍之多 所以蔡總 你現在不是吃魚吃肉 破菜的 你破不去 所以真的問題很多 民眾這個荷包有關的東西 政府的大事情 我想行政院副院長杜紫晶 就跟我一樣 直接就有 蔡總會拿鬼 介入啦 工程令 所以昨天緊急 這個召開 這個單位 我覺得是有還是沒有 穩定物價小組開會 有感喔 苦民所苦了 立刻下達指示 現在不是有一些 農民團庭 大型的能動庫裡面 不是有一些 根莖類的蔬菜嗎 對 像這個什麼 胡蘿蔔 是 對不對 青椒 是 把它拿出來 這個庫存拿出來 工藝市場 壓抑菜價 所以每一次風災水災過後的 SOP 這次又啟動了 我跟你說 大概穩定物價小組出動的時候 都是狗會火車 你不可以這樣講 這次政府拿出公權力 你這個釋出 物價不就下來了嗎 馬上就清明節 清明節的廉價 對這個什麼 蔬菜的需求什麼 上升 所以兩邊在拔河 我這邊釋出 那邊量又要得多 而且你這個是根莖類的 對喔 我們這裡是什麼 這麼葉菜類的嘛 是 其實你要等到的這個菜價的回吻 對 少說要等到4月中旬 4月中旬 還半個月啊 哇 民眾這半個月啊 荷包又失血了 哇 在陷阱內地 還半個月 大家再等一等 回過頭來 何止是我們這些家庭主婦 家裡要用的 欸 我在煮飯的 真的賣的這些小吃攤 痛苦死了 一定 對整個市場 造成了干擾 對 我們來講一個 我看這個事情真的很好笑 綜合某牛肉麵店的老闆 無奈地表示 現在怎麼樣 因為他們用的是 澆溪的淘太陽的番茄 以前一顆20塊 現在漲到35塊 增加這15塊 過去他20塊的時候 他還好 現在增加到35塊的時候 沒辦法 你可以把牛肉麵漲價嗎 不行 你漲價客人跑光光嗎 那這樣的話 無敵仇心 怎麼辦 所以最絕美的口味 番茄牛肉麵 抱歉 我沒買 為什麼 我們要渡小月 換句話說 今天我賣一碗 我賺你的錢都不夠買一顆番茄 所以肚子筋不要感覺到說 我只要做這個解釋 你看我們整個民眾的生活飲食的情況 已經受到很大的衝擊了 你可能會覺得說 我沒有經常吃番茄 頭髮都高 我衝擊不是很大 再來菜總講進去這樣跟我們都有關係 看香香有沒有 都要爆香有沒有 痛啦這一次 蒜頭啊 對 全台灣蒜頭的產地就在雲林 是 但是雲林的這個蒜價 大幅的這個飆漲的時候 自同鄉的產地 大幅飆漲了 對啊 飆漲的時候 你一定會有一種感覺到 這下至 蒜龍賺翻了 對不對 對喔 我從源頭就開始漲 就開始賺 一路賺到我們這 難怪貴 對 剛才我們那個表裡面 蒜頭是漲275% 對 好大湯啊 我告訴你 蒜龍說 我有什麼搞高興的 為什麼呢 這一次 全台灣減少了70%的量 什麼這個南風遲到了怎麼樣 第一個 你以前蒜頭一顆像小蘋果 現在像奶雞 所以漲得不好 收成不好 好 那現在這個蒜價漲那麼多 漲什麼200多帕 我蒜龍手上沒有蒜 我沒有貨漲那麼高 我賺什麼 蒜了吧 那跟我就沒關係了 所以你說他賺 他苦得不得了 對啊 他看得到吃不到 是 好 那對啦 很多 比如說這個是桃園 熱炒店 煮香啊 他說以前蒜價便宜的時候 一公斤不到40塊 可能三十幾塊 這個禮拜 就在這個禮拜 飆到110塊 買一斤蒜 都可以吃一碗牛肉麵 戳戳有餘的 所以我們這一段時間 如果外食足的話 你去發現 這個沒有那麼香 不好意思 放胖比較沒那麼多 量沒有那麼足 不然怎麼辦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從媽媽們 從我們家庭主婦 一直到小吃店 自助攤 一路很苦 連產地都苦啊 靜下 其實假如供需失調 我是可以接受菜價的上漲 是 合理的範圍上漲 但是我沒有辦法接受 在這種節骨眼 有人趁火打劫 你說大家喊苦苦哈哈 有人名嘴在偷笑 對 誰誰在偷笑 就是這些菜籠 全台灣最大的 這個業菜類的產地 就是雲林的西螺 當地的農民 向媒體爆料 他們說 在我們這個地方 有四大菜籠 四大菜籠 撥削農民 怎麼撥削法呢 我們消費者 間接成為暈大頭 我們來破解他的手法 首先我們了解一下 西螺的果菜市場 每天的交易量很大 五六百噸 但是批發到各縣市的 這個傳統市場 大概每天的交易量 是100到150公噸 但是四大菜籠 它有雄厚的資金 它把這個量給掌控 它吃下了大概 每天有60多噸的交易量 就是這個傳統市場 進去的100噸裡面 大概50% 所以有一半的量被它切貨 就是完全得仰仗差 這個手法我們就破解 我等於把這個量 垄斷了 對 控制住了 接下來炒作的手法 這個有點像股票的炒作手法 它用每天電話 聯絡它的下線 還會有 每天顯出20多樣的蔬菜 根據這個市場的情況 我給哪裡 哪20樣的蔬菜 我準備下手炒作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今天洪台廳 我們莫多買到的菜比較貴 你覺得自然而然的 結果中間有很多人為的招痕 要怎麼賺 要怎麼賺 是蔡蟲決定的 對 你看 它是扣除了在代工的錢 然後每公斤根據 當時的這個進化狀況 灌水 原來我們覺得 是聽說不定 害我們吃的菜變貴 結果聽說不定 因素只有一點點 蔡蟲 灌水的意思就是說 我從農民收購來的批發價 然後我再給傳統市場 我這個中間的話 平常大概每公斤賺3到5塊 這個我們可以接受 但是一旦颱風含害來的時候 灌水的活動飆漲 有時候10塊錢為基本價 最高的時候一次還可以漲到100 你有看到沒有 介紹他在賺錢他在賺 這樣開物價評議會議 在那裡在四處 一群人忙翻天了 他賺得爽歪歪 爽歪歪 怎麼賺 這個真的是暴利 我們舉小白菜為例子 現在農民給這個供應的這個價格 每公斤是60塊 對 四大菜蟲 會把價格吸爆到75到80塊 每天講60噸的話 你又算一下這個價差就20塊 每天這四大菜種就獲利超過了百萬 每天60到80 還沒有出產地 在這個地方他已經賺一手了 太可怕了 這每天100多萬 誰啊 最後農民也沒賺到 消費者 現在更誇張的是 有時候菜價好了 菜價好的 你總賺不到了 對啊 他反而跟農民講 因為他控制那個量 跟農民講說 你不交給我的話 你賣不出去 結果反而菜價高的時候 他還針對農民供貨的價格 砍價 我現在小白菜 我每公斤給你砍10塊 所以等於變相 這個農民是被剝削了 所以問題出現在哪個地方 我們覺得這個價格的問題 是我們的政府 榮良署是睡著了嗎 應該是把這些菜蟲 做了一個什麼 根本的取締 你才能穩定這個價格 要來除蟲害了 一尾一尾菜蟲要把它抓出來 好了 我們看到 紅台天他也要彈 今天好天他也要彈 怎麼辦呢 苦的是我們 今天我們有請楊老師 請老師到我們快樂廚房的料理台前面來 我們來看一看 菜價跪成這個樣子 你看看 最誇張的我就是這一盤 三顆說給我買165塊 Tomato的 好 今天老師來 當然不能空手而來 帶來幾個祕訣 我們怎麼樣度過這半個月要蓋在內 對 首先我來講說 剛剛那年姊姊講說 這個菜 高麗菜對不對 120塊 是 你說150塊對不對 差不多 假如說120塊或到150塊的話 我還是建議你們可以買 這麼貴還是可以買 還是可以買 為什麼 因為這個菜是不會縮水的菜 那像什麼菠菜 地瓜葉 它絕對會縮水 一樣的價錢 我連也買它 那我買了這根 我可以吃多久 這顆可以吃大概有6到8次 你說你剝了4片葉子就一盤 對 我們這個盤 怎麼可能 那你告訴我怎麼樣煮一盤 我們這個盤子是超大盤 這個剁一剁就沒量了 你看 好 一片 兩片 這個平時你丟掉 千萬不要丟掉 不能丟 洗乾淨一點 丟不得 我要講怎麼樣計算它 它滿滿的 你看我們有時候蒙古烤肉 那個青菜炒滿滿的 是 滿滿的它就不會 不會掉出來為止 就是剛好一盤菜對不對 是不是4片 我這是大盤子 不是小盤子 好 所以這個第4片 各位 今天楊老師剝了這4片 告訴我們說這個4片 我們說菜有的怕沒菜有沒有 你看起來蓬蓬的 一炒就一點點 這個不會嗎 不會 你看像這樣炒 因為我們這個盤子是超級大 我要講說真的很大 我們平常會再小 它只會扁一點點下去 那這樣的話 你算一顆高麗菜 我可以至少炒到差不多6次 獲得到8次 是 對 像這樣子的話 平均起來的話 它大概採一盤才20塊 好 第一訣 就是你要挑那些 盡量不會收水的菜 對 盡量不會收水的菜 購買一個 對 好 第二條提醒我們是什麼 來幫我拿這個 好 我拿這個 比方說我要講是全食物的吃法 全部利用 很多人在菜盛產的時候 會把這個幫幫 這個梗梗 這個梗梗這個地方有沒有 會切掉 因為很硬 很硬 所以這個時候 我千萬不能切掉 然後你怎麼吃 把它切細片 跟它一起炒 它反而也不會縮水 全部都給它吃下去 還有人像這個 像這個花椰菜 我有時候會覺得 花椰菜好奇怪 它是進口的 進口應該是比較便宜 為什麼會更貴呢 搞不懂 這不討論 像很多人是把這個 這個梗都會丟掉的 都切掉 開玩笑 不行 這個梗 你可以除了做涼拌菜煮湯 還可以把它切細片 跟它一起炒 沖它的量 所以是雞八八 也不能做外甩雞 能吃的都給它吃下去 一定要全部吃下去 好 這個第二個就告訴我們 食材全利用 對不對 還有就是烹煮的時候 也有美感 對不對 第一個像這種菜 它會縮水的菜 一定會縮水 你這樣一盤 你看 你把這個菜拿起來 你看這樣又是一盤菜 剛剛好跟我們那個量 是差不多 這個菠菜 對 它絕對是會縮水的菜 所以你一定要搭配 不會縮水的菜 比方說你要加那個 我們的紅蘿蔔 根莖類的 而且要像紅蘿蔔那樣 不容易縮水的 要不然你就加一個像那個 豆芽比較便宜的菜 讓它的量比較充沛 不然這樣 婦女教材的家庭革命 我錢給我開那一盤 再一盤而已 真的要炒翻天了 所以這個方法就一定要是搭配 比較不會縮水的菜 還有什麼可以提醒我們在搭配的方面 有一些更有彈性的做法 像譬如說我們會建議說 這個時候你就除了根莖類不算 你還可以吃冷凍的蔬菜 像 冷凍蔬菜 你是我們到超商去買 有三種顏色混在一起的那種冷凍的嗎 那這樣的話我理念就是你 專挑一個綠色的 因為我們現在是缺綠色的菜 有什麼可以挑 譬如說像毛豆 像那個毛豆還有一個青豆 對不對 對 毛豆 青豆 那搭配現在盛產的食材 譬如說像現在台灣盛產的根莖類 像南瓜 南瓜它並沒有受到含害跟水災的那種影響 它的價錢其實相對來講是比較平穩一點的 所以你不要 南瓜你一定要配阻截很 就是說有阻截感的那種菜 所以你不要搭配的是青豆 你要搭配的是毛豆 這樣咬起來那個感覺就很好 要熟一起熟 口感才會不會有落差 南瓜農糧水要釋出這麼多的根莖葉 我們還在看鳥沒點說 這根莖葉 沒用啦 有用 這個廚房來講 你一個那個馬鈴薯好了 馬鈴薯現在算便宜的嘛 馬鈴薯你再加上是青豆 它嚼起來有毛豆 毛豆 它有口感 那青豆就比較沒有口感 所以感覺不出來 可是你搭配比較有嚼勁的東西的話 會比較好一點點 這樣也是一道菜 還有最後一個大絕 老師帶來一個Apple 蘋果拿來這裡 這個蘋果實在是很難吃 所以很便宜 其實我在市場買才12塊錢一個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搭配你的所有的 怎麼講 涼拌菜 它可以取代小黃瓜 小黃瓜一個人現在要30塊 很貴 可是這個才11塊 那你不是說這個牌吃 你還拿著涼拌 可是你涼拌起來 它就非常好吃又爽脆 所以搭配比較不好吃 比較便宜的水果 當你的菜 所以配這個配這個 所以涼拌用那個蘋果 你也可以用白蘿蔔 白蘿蔔也可以 混在一起 對 還有甚至於說加一點像洋蔥之類的 像這樣子的方式 就可以把這些貴的價錢給平衡掉 好 謝謝楊老師 所以今天的食肌拜拜 我們有時候真的要惜福 那比較甜的 比較軟的 切細一點 照樣可以吃得非常開心 營養也均衡 不可以做完水間 食肌 哪倒的 不過講到了為什麼大家這麼斤斤計較 實在因為錢難賺 誰在卡大家的油 繼續燕地要帶我們來看到 上星期我們其實追蹤過這個議題 就是那些美保貴婦團的媽媽們 他們從台灣飛了12個小時 到美西去生小孩 結果傳出一個非常誇張的一個 懷疑跟指控 你這麼貴 都折40萬到100多萬的費用 要全民買單 進一步追 竟然追出了 有很多我們都認識的名人 聽說也捲進去 怎麼回事 對 沒錯 我們節目在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有特別提到 現在台灣特別流行 就是貴婦美保團 這些貴婦到美國生產 一毛錢通通都不用花 回台灣炸零我們健保費 還有我們的保險費用 總共炸零高達是3000多萬 好 問題是現在檢方 他約談了 即將要約談 180名的貴婦 那名單已經率先外流了 好了 大家已經看到明白 嚇了一大跳 裡頭居然有我們非常熟悉的 女藝人跟女主播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 一週刊在這個封面一登出來 大家嚇一跳 這怎麼可能 到底怎麼回事 對 我們來看到底有哪些 知名的藝人跟主播 第一位 洪小蕾 洪美女人 因為洪小蕾在2006年跟2008年分別 這兩次都去美國生小孩 那重點在於說 第一個他要跟涉案的待辦中心 做一個聯絡跟聯繫 第二個幫他開刀的一個華裔的醫生 確實這次他也是涉案的名單當中 也就是他有偽造文書 就是幫貴婦榨領保險費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個東西越來越多線投出來 現在就在順藤摸瓜查下去了 對 那還有一位知名的女主播李金玉 那金玉他確實是在美國生了小孩 大家看一下這張照片 他生了Baby之後 還跟Baby跟先生合照 那這張照片也被當地的坐月子中心 PO上網 當作宣傳的一個廣告之用 所以這張照片是被業者 今天刊在雜誌上 就是業者拿來做廣告用的照片 然後我們知道知名主持人在上面 那你名人效應一加持的話 問題是一張照片能證明什麼呢 對 其實金玉一大早 他今天就發了這個PO文 在FB上PO文 他就說其實他當時身體就不太好 就是說生產的過程當中 身體就不太好 所以他特別到美國去休養 那因此在美國生小孩 不過其實警方剛剛有傳出 最新的一個消息就是 他證實了金玉還有這個藝人 好媳婦佩真 通通都不在名單當中 所以今天引發雖然大波以為part 2 事實上大家不要覺得說 這個東西是空包 但為什麼 今天真相只有一個 該沒有的我們還人家清白 那問題是 警方追出來這個犯案的手法 有更多具體的輪廓出來 今天我們就要逐一解破 告訴大家 這些所謂的貴婦團 他們是怎麼來A健保費的 對 那特別是 我們現在非常期待 檢方趕快把相關的涉案的藝人 或者是其他的名單 做進一步的一個釐清 不過到底是哪些健保的 獨留在A我們的健保的一個費用 事實上就像我們上個禮拜五 節目提到的這些代辦業者 他提供的是一條龍的服務 就好像是一個這個 參加旅行團的一個概念 那包括你有多少的預算 你有多少的需求 他都會幫你做一個量身打造 像是整個流程 他會問你需要什麼樣的一個房型 他會提供報價等等 還會他會教這些貴婦 那你出關的時候要穿什麼樣的衣服 那海關看不出你懷孕 都有叫戰手 對 還有你的應對的技巧是什麼等等 還有你要選擇醫師 還有你出院之後你要住哪些坐月子的一個中心等等 包括代辦中心也有提供所謂的一個SOP的一個文件 也就是說好你要回來申請健保費用 那健保局一定會問你說 那你的理由是什麼嘛 這個SOP裡頭就提到說 隨便瞎掰個緊急就醫的理由就可以了 連海關問你什麼 你QAQA他都給你整套的都交給你了 對 而且重點是在相關的所有的說明會都會在五星級飯店召開 所以讓這些貴婦媽媽們都覺得非常非常的有信心 好啦 坦白說 如果你這只是偶發的一個兩個的一個個案 不會有事情嘛 大家會覺得說你可能真的就是緊急狀況 在美國必須生小孩 可是氣就氣在這個地方 一年現在一個數字說 五百個上星期事情一爆出來之後 這些美保媽媽的聊天室 關關關關關 全部都關燈 對 而且現在傳出來是 兩年有五百個孕婦都是用這樣同樣的一個理由 而且理由集中在兩個理由 一個是前置在黑盤 另外一個就是 Baby的頭過大 伸不出來 所以醫生開的理由無非就這兩個 拿了醫師的Sign In的這個證明 回到台灣我就可以請您保費了 對 而且檢方跟這個健保局 他們去進一步的追查才發現說 奇怪了 這五百多名的媽媽 在台灣做產檢 通通沒問題 怎麼莫名其妙帶到了美國 胎盤就移位了 剛好 在台灣都好洗好洗 坐一個回忍機過去而已 全部都對不對 胎盤前置 對 那檢方還發現另外一個 可疑的一個地方就是 幫這些貴婦開立這個所謂的 診斷證明的醫師 天啊 怎麼通通都集中在這 兩三位的名醫當中 你說這五百個人 三印出來的都是這三位名醫 對 而且其實整個犯罪集團的 核心人物就是醫生了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對這些醫生來說 他如果說他只是 就是病人他可以選擇是要自然生 或者是剖腹生對不對 對 那如果說你選擇這所謂的一個自然生 可能時間長達七八個小時 是 那剖腹生兩個小時就好了嘛 所以這些民醫會覺得說 我就幫你剖腹啦 錢又好賺又有效率嘛 而且這是抹拔什麼 醫師可以賺一手 在台灣呢 你如果沒有非要剖腹的理由 你去剖腹一定會有事 你請不到保費的 但是他就把你殘印 對 開盤前置 沒錯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的名單 都其中在這兩三位的醫生當中 我們看到底有哪幾位醫生 非常的有名 那第一位是詹九松 那詹九松他其實是高醫婦產科醫師 那他在這個約翰霍普欽醫院 也擔任過醫師了 那當然他的綽號叫做沾一刀 什麼叫沾一刀 意思就是他的技術 開刀技術是一流 只要一刀能夠解決 絕對不會浪費第二刀 快 很準 好 那很多貴婦媽媽就說 她真的很厲害 她開刀的傷口只有12公分 就算我小孩子生好之後 以後要游泳穿比基尼 通通沒問題 這些美保媽媽們 他們生完又飛回來 但問題是 你說整個一條龍裡面 我們一定要注意這個地方 就是月子中心 怎麼月子中心也有事 月子中心也是關鍵 因為這次也是破案的一個核心 因為其實大家知道 就是說在臺灣孕婦 確實有坐月子的一個習俗跟習慣 可是到了美國 美國人沒有在坐月子 生完就叫你回家 生完回家 甚至過幾天就開工上班了 所以在美國 這個坐月子中心 根本沒有執照可以領 因為它根本就不是一個 合法的一個機構 所以他們只能用民宿 或者是度假村的這樣子的一個名利 來成立一個公司 問題就在說 你坐月子中心如果只是零星的幾家 檢方不會有任何的一個懷疑 對不對 但是問題就在於你數量 一直一直每年在不停的一個成長 而且根據統計 每年是數倍成長的一個狀況 這個代表什麼市場極大有更多更多 大富翩翩的媽媽要來這裡進養 對 而且美方還統計 一年就有將近四萬名到美國生產的華人孕婦 所以這個讓美國的FBI 你看連FBI都出動了 四萬人 這是多大的一個數字 多大的一個商機 好 所以美國FBI從去年三月開始就開始做一些搜查 就發現說這些美保證是越來越多 不但是卡了美國人的油 更A了我們的健保費 為什麼 因為你其實會佔用美國的資源 甚至進一步帶來國安問題 就是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開框給你看到就是FBI他們去 驚動了FBI 這是何等國安層級 他們去搜 那個畫面就在畫面當中 就是完全不是我在這個地方講 已經上了新聞了 好 換句話來說 今天這些美保媽媽們驚動了美國的FBI去查 查到後來居然槓上開花 在月子中心的背後 查出另外一段不為人知的秘辛 對 那這個FBI在查查查查的過程當中 他們就發現一個特殊的一個現象就是 他們查到南加州的羅蘭崗的一個社區裡頭 天啊 居然有數十位來自台灣的一個孕婦 而且重點是這些孕婦裡頭 通通都沒有正常的婚姻關係 那這樣裡面就有文章了 對啊 那FBI就覺得這個事是非同小可 所以立刻把相關的資料 PASS給台灣 對 PASS給台灣的一個 查 追 對 我們去追了之後 檢方就說天啊 他們也嚇了一大跳 原來這些數十名的孕婦 通通全部都是二奶 而且他們的先生各個大有來頭 不是建商的這個大老闆 就是政見的大老 不然就是黑道大哥 對 我們在講說二奶村 我們講台商 當時過去閉路藍旅到對岸去打拼的時候 那當然變成一個歷史的成績 你說在美西也有一個台商或是台灣旺族的二奶村 對 沒錯 那幸好台灣的檢方 目前是還沒有公佈這些二奶的名單 那還得了一公報 對 不然我相信會引起 很多的一個家庭革命 好 那我們剛剛提到這個二奶村 就是羅蘭崗社區對不對 其實他在三十年前還非常非常的荒涼 是一個蠻環之地 可是大家也知道華人非常喜歡買房地產 而且這些二奶的先生都非常的有錢 既然二奶要來這邊坐月子 要來這邊生產 順便買房子 順便炒房對不對 所以這三十年來 房價漲的將近是十倍 現在如果大家想要在那邊買一間一百坪的房子 至少要兩千七百萬 而且根據統計 光是中國人去年來這邊就買了六千六百億的房地產 你看 智產順便金屋藏郊 當地的媒體他去做了詳細的一個採訪 他就採訪了一個這個 就當地的一個大家看一下長髮的一個美女 長得好漂亮 對 然後氣質也還不錯 他開的名車是瑪莎拉丁 那記者就問他說 你怎麼開這台車 他就說這台車也沒什麼 也不過花了我一千多萬 那事實上本來我也不知道這台車 他的性能有什麼厲害了不起的地方 我也不過就是用它來代步而已 你用一千萬來代步 那請問一下你口袋到底多深 不是他口袋深 是給他錢的人口袋很深 對 極有可能他的男人口袋幾深 好 也因為惡奶實在是太多了 那惡奶的先生們跟男人們也太有錢了 所以當地造就了這樣的一個惡奶村 大家看一下 包括超商或者是豪宅 或者是穿著打扮非常清涼的美女 所以通通都在加州惡奶村 所以剛剛我講到了 這一些從美保媽媽們 純心不良的那些人 回來A健保 我們說這是小case 或什麼一人才2500 你給他乘以500 總共也是一萬一千兩百五十萬而已 可是要告訴大家 今天我們追進去才會發現 已經岌岌可危的健保乘科 裡面還有更多隻的大老鼠在咬 對 其實就是我們節目一直關注的 公平正義的一個議題 事實上這個現在就連不良的一些藥局 都想要來分健保的一杯羹 藥局 藥局的扮演什麼角色 好 現在板橋就有一間藥局 他就打出了一個廣告 他說因為我們的這個診所新開幕 要充人氣 那希望大家多多來看診 所以只要十分鐘 你來過卡就可以領錢 領180 而且你帶多張的健保卡來過卡 那長期配合者優先 你說如果有辦法搞到了十張 我只要刷卡 我就可以賺到1800 那你藥局賺什麼呢 不是 你只要刷卡 你都不用看病 立刻刷卡 我就換現金 對 你就換現金 那你是藥局 你賺什麼呢 好 我賺什麼 來解釋給你聽 它的流程是這樣 通常這個藥局會先跟民眾相約在其樓之下 然後去對一下你的一個身份 表示你的身份是安全的 他賺什麼呢 很簡單 第一個 他賺的是申請診斷 還有藥物的一個費用 第二個 那因為台灣其實有很多人 有一些奇怪的一些疾病 特別是失眠的問題非常嚴重 這是文明病 對 那有些人他吃藥吃上癮 或者是他不想去看精神科醫師 所以他寧可去跟藥局賣 那這個時候藥局他就可以想辦法 把他去申請到的安眠藥 通通轉賣過去 你說這個藥處方簽 你要去看醫生開地處方簽才拿得到的藥 怎麼買 你有管道 也有敢賣這個藥局 我就用這個刷卡 然後去給他賣這個藥 對 而且這真的是暴力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是用健保身份的話 小小一顆安眠藥 其實一顆只要兩塊錢半 但是坊間一顆可以賣到二十元以上 這個暴力是賺了八倍 難怪這間藥局他要以身來釋法 這個聽起來還真是敢 肅清在這個地方 其實你的法眼看到太多健保布袋裡的大老鼠 說說看 一隻一隻揪出來 這個聽起來是蠻敢的 很誇張 這個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其實他一顆黑市不只賣到二十塊 黑市最高的坦價一顆可以賣到五十塊 為什麼呢 那我一排的安眠藥有幾顆 他一盒是有二十顆的 說實在 重點是因為這個東西是管制藥 所以他不只是處方而已 處方一般就是醫生有處方之後 這個處方先去拿藥 那現在藥局其實對處方藥 你有時候沒處方先你也可以賣 因為藥是會給你方便 可是像這個管制藥 這個就嚴重了 所以他現在變成是說 他利用患者可以去拿藥這個方便 你把你這張處方賣給我 因為我如果沒有去看病 我是不能拿管制藥 所以你是把這一張便宜給我 隨便換個東西給你 然後我可以拿到這一盒藥 我給你人頭 你用180塊買我一個人頭 去買這個本來是管制 為什麼要管制 因為他使用 如果你使用不當的話 一些管制藥品 比如說像這個 他有些人之前有人吃了之後 他可能走出去 他以為他其實在睡覺了 可是他還是走出去 然後走到鐵路邊幹嘛 他自己毫無知覺 他叫做盡情性失憶 就是他吃了之後 他沒有馬上睡覺 他也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行為 而且海溪人 對 所以之前有人是跑出去 鬼混了晃來晃去 之前也有人開始煮東西 差點把自己的房子燒掉 所以這個東西必須小心使用 可是當他們為了賺這樣的暴利 去賺這樣一顆 從2塊5到50塊的暴利 所以他們就敢這樣做 所以這是第一個 我覺得危險 那你剛才說炸健保 我覺得更討厭的是 剛才那個美保媽媽 其實你說得很正確 我們不在意這一個人才2萬5 在意的是什麼 其實這是一直以來 俊鄉敢討論這個問題 我真的很佩服 一直以來我們覺得 健保最不公平正義的地方是什麼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現在多數的醫療費用 是健保在付 可是問題很多人 因為他同時保了商業保險 所以健保付了錢 然後這個民眾有時候多賺錢 可是這是法律給他的權利 好 重點來了 比如說以黃安事件來講 黃安在這一次之前 更前一次來台灣做一個腎臟的手術 腎結石的手術 他在他的微博上寫說 哈哈 不用錢還賺錢 為什麼 商業保險會給我錢 你說他這次動心臟之前 之前 他已經回來過一次 那也是大刀 對 然後你想他說 不但不用錢 而且還賺錢 這個問題在哪裡 你說民眾 我說我有付保險費 那保險公司按日幾付給我 或訂額幾付給我合理 對這個保險人是合理 對被保險人是合理 但對保險人不合理 為什麼 這些商業型的大型的保險公司 他賣這些保單 賺了大額的錢 然後呢 所有的醫療支付 是我們的健保署在付 所以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我幾乎沒有付什麼錢 我就訂額給你 然後我給你一些你就很高興 所以我這個保單 我就相對容易賺錢 因為本來應該我付的錢 健保都在付啊 所以我只要給你 你會覺得 住院一天有兩千 還是住院一天有六千 還是我這個有五十萬上線 我就覺得很高興了 你高興 大家不高興 這個是不公平 不正義 等一下我來訴請 要繼續把這個話題揪進去 因為還有一隻大老鼠 躲在布袋的暗處 抓出來 不要走開 你在辛苦的繳健保費 他在卡我們的油 這一隻大老鼠 我們一定要揪出來 剛剛我們講到說 是那種商業保險我也保 然後呢 對不對 我健保我也繳 最後兩邊賺 還有哪一隻老鼠藏在裡面 還有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我們常講我們的全民健保 還有一款叫做全球健保 什麼叫全球健保 其實呢 我們對其他的國家的人來台灣 或者像大陸的一親或什麼 事實上我們基於人權 我們通常都會給嘛 就是說他們來這邊有這個 我講一個笑話 就之前有一次在那個 移民署那邊 他們抓到一個案例 就是有一個女生 她其實跟台灣的男生假結婚 她被抓到 那為什麼 一問之下才發現 她跟她的男朋友 就是有婚前性行為之後 後來反正就懷孕了 懷孕在那一邊產檢的時候 發現她的小朋友 有先天性的心臟異常 她在想這個先天性的心臟異常 在中國大陸這邊就醫 我要花多少錢 我可能花不起 第二 我的醫療 我可能也沒有這麼先進 怎麼辦呢 找一個冤大頭台灣人 就假裝也跟她去賓館幾次 然後就說我們結婚吧 所以就要辦假結婚來台灣 你知道嗎 那她是在移民署 還是移民署的官員幫她問出來 因為要問一下說 受孕日期 他們不是都要套問 你老公什麼顏色什麼之類的嗎 你問你這個懷孕日期 怎麼可能是跟那個男的嘛 一定是不可能 這個男的才知道 什麼原來是跟我們結婚 是為了要來台灣用健保救他的小孩 所以這也會是一個新的問題 就是台灣現在健保給付的項目 是越來越多 像我們現在有計畫一個 給付一個最新型的 三種最新型的藥物 叫C肝的最新的抗病毒藥 這個藥在外國的保險 也引起很大的爭議 為什麼 因為它太貴了 它一個療程呢 最低可能將近80萬台幣 最高的甚至到250萬台幣 在國外 對 那在台灣呢 在台灣現在就在討論 那到底健保要不要付呢 因為這真的太貴了 給你吃一個人的錢 別人要吃好幾年 到底付不付呢 因為台灣你想想看 它有60萬的C肝代源 假設這60萬的人 每個人花250萬來醫還得了 健保就給他用就好了 所以現在也是很苦惱 所以之前在討論說 有沒有可能10年花個800億 分年一年一年慢慢治一些人進來 然後當然健保局也希望 跟藥商談一下 那我們既然給付 比較適合的 外公如果80萬 你是賣我30萬或50萬 你聽起來覺得合理嗎 我們爭取到權益對不對 可是之前就有醫師提出建言說 你有沒有想過 他連這個生小孩 小孩有畸形都想假結婚 來這裡治心臟病 不是更多C肝的人 跨孩兒來 未來想說250萬 你只要想辦法來 就幫你治到好 而且小孩懷孕的時間 你還兜得出來 有C肝你是兜不出來的 我哪知道是不是 我哪知道是誰給我的 然後所以我就可能進來 他說那得了 以後全球的C肝都會在台灣醫療 所以就會是另外一個潛藏的大洞 所以法律之下 我們承認生命是無價的 該救誰 錢花在刀口上 我們沒話說 出於天下 現在就是你不能砍台灣之鎧 對不對 我們繳得這麼辛苦 所以我們持續看緊我們健保的荷包 除此之外 我們來看看火線發燙的話題 我們有請年姐來跟我們談一談 大家最近都在問說 你今天太陽了嗎 太陽的後衣很Hot 但是我們婆媽談論一點 新的韓劇 新的小鮮肉 新的故事心情會好一點 聽說很多人都變宋太太了 對 又變得回來宋太太 以前是宋承縣 現在是宋仲基 新的鮮肉來了 可是其實你知道嗎 這個故事太陽的後衣 故事講什麼 講一個特走部隊裡面的隊長 跟一個女的軍衣的故事 這故事很特別 不過就是軍教片 怎麼會變成席捲全亞洲 沒有 我跟你說 這次你看看下去 你會吵架 然後但是中間有一個很催化的技術 你知道嗎 大陸有個叫愛奇藝 這個時候有一個網站 很大的平台 這網站竟然創舉 跟人簽約 簽約就是說 我同時網路平台直接播 你知道嗎 以前的韓劇一播 大陸就網站上就是 都看免費的 對 免費的 就你今天播 我明後天 就我中文字幕就會出來了 但是這一次 大家願意出錢 為什麼愛奇藝 就跟這個韓國簽約了 我們同步播出 但是想大家願意嗎 願意付錢嗎 我都看習慣不要錢的 你現在要我付費 我告訴你 愛奇藝跟這個太陽的後遺 這個製作公司簽約的時候 簽不給也是花了大概 1.2億的台幣 這麼貴 我跟你講 軍相才16級而已 對 找到今年 簽下去 但是你知道嗎 以為說大家不想付費 可是沒有 他們才 因為才去年消息出來 到二月的時候開始播 三個月中間 愛奇藝的會員成長多少 成長50% 所以這些都是想要去當 孫太太的這些女粉 是還有這些 要看孫慧喬的 你沒有入會 他鎖得很緊 你根本點不進去 甚至於每一集 你有六分鐘的觀看權 六分鐘就可以切掉了 所以你一定要入會 非常決決的就把你砍掉了 一收到就這樣 那我問你 問題是這樣子 總共totally收進來 收了多少錢 好 他這個光是 這個增加50% 就9.5億 光是會費 這是什麼數字 所以說 我今天為了跟你同步 我連一天delay半天我都不要 我為了跟你 我寧可付錢 看live的 會費就收了9.5億 可是你想想看 他有點擊率 現在才播到11集 他們說點擊率已經3 4億了 所以到中間 他到結局的時候 他要到16集 我跟妳講 如果到結局 他們說大概會破大概幾十億 幾十億的點擊率 好 廣告呢 大概至少也有5到6億的廣告 我想都不止 這只是出估而已 5億 我們在討論都是 而且廣告費 還有會員的費用 所以這個是 我跟你講 所以現在觀念要改 不知道人家不肯出那個費費 我就願意 幾百塊的費費而已 我就可以跟你同步 所以說到底 我們就想知道說 宋慧喬 宋仲 對 這個軍教片 他到底厲害到什麼 是不是讓大家願意掏出腰包 來看Live的 好 除了說宋仲基 這個新的鮮肉出來了 宋慧喬 喬妹 大家都知道嗎 是 但是你知道嗎 有人給他背書 誰 誰背書 韓國的大家長 補錦慧 他就說 這齣戲好在哪裡 他還要去按讚 國家元首 連總統都來按讚 這個除了講愛國情操 還可以促進這個文化 還可以啟動旅遊市場 這樣等人看 真的是大補完 對 好 那韓國首領給他按讚 這是理所當然 對 泰國總理也來按讚 這應該泰國什麼事 泰國就說 很好 很棒 為什麼 敬中職守 奉獻犧牲愛國 也好 讚啦 讚啦 你看 不要講韓國本土 泰國多大的市場 對 泰國當然很大 好 所以你知道嗎 他到目前為止 已經賣出了29個國家 是 翻成32種語言 這齣戲到目前為止 你看看 這樣厲害 然後對 你說 這邊席捲亞洲 有真正好嗎 我告訴你 你說進軍大陸 進軍台灣 進軍什麼香港哪裡 可是有一個地方 他也攻進去了 這個地方是哪裡你知道嗎 日本 日本 攻進日本有什麼了不起的嗎 我跟你講 日本以前是以這個 就是說戲劇 它是戲劇王國 我們都看日本的 對 我們以前說 日劇是最厲害 最好 最精緻的 可是現在 因為韓劇一直攻 到前幾年 那個來自星星的你 攻到日本之後 日本人笑得嚇到了 他覺得說 那來自星星的 拍得太好了 然後連我們日劇 都有點被撞不掉 所以他那時候 下一個禁令 什麼禁令 韓劇不要給我進來了 我沒有歡迎你 所以我要 保護我的日劇 我抵擋韓流 擋得住嗎 擋不住 可是 他不讓你進口 因為有命令 不進口 所以韓劇在日本 有點觸礁 但是這一次 好 這個 我們這個新的劇 那個天國的 太陽的後裔 來之後 日本人竟然買了 他買了 他竟然花了 每一集花十萬美金 也就是差不多台幣 三百三十萬一集 你這樣十六集買下來 也是五千三百萬 敢買下去了 買了啦 這一次 沒不考慮了 沒有關係 買 為什麼 所以進大陸沒什麼 因為大陸你看 十二億多 直接Live的 進泰國 沒什麼好講的 連泰國的 總統都給他按一個讚了 問題是 日本三年前 他們還因為獨島爭議 降到了冰點 擋韓流 不要 對 結果就因為太陽的後裔 擋也擋不住了 因為外公很狼的起來 看到那個風勢 就知道說 這一出會中 好 我們就讓他進來吧 我們看看人家 到底拍得有多好 心胸放開一點 好 那我們再來講 這個西亞席捲全亞洲 可能要席捲全世界 好 但是有一個地方 出事 你知道嗎 對 就是我們大陸 這個強國 你都不是說 大家都很捧場 怎麼會出事 因為愛奇藝 他不是買下來版權嗎 太捧場出事情了 我跟他講 因為大陸人口太多了 然後我讓他笑起來 笑黑劇 再封這個韓劇 你知道封到什麼程度嗎 什麼程度 有個報導 嚇了我們一大條 說有一個先生 半夜 因為他覺得說 他老婆封那個韓劇 封那個太陽的會議 太瘋了 整天就說 宋仲基 宋仲基好 宋仲基算 他老婆變宋太太 宋仲基 多好 每天一直講洗腦 他老公受不了了 我剛好這麼賣 還是說 我也要變成宋仲基 對不對 這樣子我老婆才會高興 對不對 搞家庭革命了到底 有一天晚上真的受不了 因為每天被老婆這樣 唸唸唸唸唸唸唸到 要抓狂了 就半夜喝了點酒 你知道他跑去哪裡 跑去哪裡 把他照相館 把那相館的老闆 你給我起來 你去照相館 幹什麼 戲裡面 太陽會裡面 照片拿出來 你照他這樣給我插 我要像他這樣子 那個角度 頭髮要梳這樣子 好 然後擺這個姿勢 擺這個動作 這個笑容 你拍完之後 你給我修圖 修到跟他一模一樣 要不然 要不然我不要走 他們的畢業就生存在 硬要我變宋仲基 然後你知道嗎 這個照相館老闆 就是被強人所難 怎麼修怎麼弄 不可能 她還在那裡修 對 然後那個就不走 弄到快天亮 他沒有辦法 要幹嘛 報警 所以這個事情演變得本來是 屋簷下的家庭革命 搞到後來變社會案件 報警 然後還有很多的 層出不窮的社會事件 你知道嗎 公安 每天他們接到很多 奇奇怪怪的那種來報案 甚至於你知道嗎 他們國家就下了一些命令 或說有一些社會系統 就講說 告訴你們大家 你們迷這個劇 就是講得太陽會議 不要迷得太迷 對男女朋友講話的時候 不要太過直接 表達愛意 稍微含蓄一點 因為他們裡面 這個宋仲欣跟宋慧喬 常常情話綿綿的 然後動不動就會 趕下去 對啊 他們說這一部戲 厲害的是 韓劇有一個潛規則 不知道第幾集之後 才會開始 yes 結果他打破了 他提前就給他 kiss下去了 第三集就給人家kiss 以前都要到十幾二十集 現在第三集 所以這個觀眾 就被撩起來了 所以他就說你們 平常在親吻女性或什麼時候 要有節制 官方還要這樣通知老百姓說 你要有一所節制 所以難怪 習近平他也注意到這個現象 他說這個不能夠繼續 撬鬼 不然就可能在進撥 要弊平 然後是說你們 如果說在情侶吵架的時候 不要隨便賞對方巴掌 連這個都講出來 然後就說 如果 如果你們不遵守 繼續這樣子瘋下去 或說這個社會事件 要怎麼 我跟你說 你們這個再厲害 這個愛妻再厲害 要把你撒起來 這樣出大事 這廚戲要把你撒起來 等一下 撒起來之後 我們來看看 那真的出大事 回來我們來看看 這個太陽的後衣背後 它席捲出 多大的一塊商機 不要走開 太陽的後衣紅 紅得真是有道理 但是紅是既定事實 後面掀起多大的商機 當然是商機 除了版權 除了各地這樣賣 它其實可以賣到 我不知道幾十億的版權費 可是最大的商機是什麼 是這個所謂的周邊商品 你知道嗎 我們的僑妹 宋慧喬在裡面 動不動就拿粉撲出來撲臉 對 漂亮 好漂亮 好 這盒粉賣不賣 大賣特賣 賣到缺貨 我告訴你 這盒粉 今天的一週刊才說 一秒鐘賣一個粉品 秒殺 好 然後他動 因為他不是 宋中斤會給他kiss下去嗎 所以他動不動就要補他的唇膏 這支唇膏 也賣 沒有 通通沒有貨了 好 那也面前我們馬上母親節 台灣的各個白貨公司 要打出這個母親節的大戰 台灣也受到這一股旋風 這個都有進來台灣 所以他們的顧 台灣的這個母親節 這個商品市場 宋慧喬 喬妹熱 大概有預估多少 差不多高漲 92億的商機 光是這個插邊球 太陽的後裔 就可以92億 因為那個太漂亮 我這樣一下就跟宋慧喬一樣漂亮 當然要買對不對 除了這個化妝品之外 還有你知道嗎 他們裡面 就是因為勞曼帝克 談情說愛 所以他這個裡面的插曲 主題曲 總共在他們Top10裡面 Top10這前十名 他進去幾首六首 所以現在他們就說要開演唱會 太陽的演唱會 整個大陸都排好了 到時候那個賺起來 又是好幾十億的商機 然後你知道嗎 他們這個戲到希臘的小島去拍 希臘小島 因為底下的談情說愛 情話綿綿 這樣小島的觀光 也已經成團了 就是這個畫面 有看到嗎 他真是迷人 你看小島風光 然後直升機有沒有 非常低空在拍 因為他是軍人 好 除此之外你知道嗎 宋仲機 這個小鮮肉現在紅到什麼程度 網路上 每一分每一秒 都有人搜尋宋仲機 他在戲裡面 手上戴著手環 身上戴著東西 所有東西都熱搜 還有裡面 其他主角抱著娃娃 不得了 秒殺 這些東西全部是商機 你知道嗎 這些起來 這個幾十億 跑不掉的 所以你知道韓軍 這一集 一集的預算是 2400萬 所以咩 做出來的戲 等你這麼好看